关于三峡工程如何防止核攻击一直被海内外媒体所追踪 近日有专家表示三峡大坝具备了一定的抗击核武器攻击的能力 那么三峡大坝究竟是怎么做到对各种武器攻击的防御呢 作为固定目标的三峡大坝遭受攻击的方式很多 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有四种 即使用战略弹道导弹实施的核攻击 使用常规巡航导弹实施的远程常规攻击 使用战机或轰炸机实施的轰炸 使用特种作战部队实施的爆破破坏 而在这四种方式中三峡大坝遭受核攻击无疑是最受人们关注的 三峡工程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了抗击核武器的攻击 即使受到了核武器的攻击 也不会产生更大的次生灾害 这主要是因为三峡大坝是一座坚固的混泥土重力坝 由2689万吨混泥土 外加29万吨钢筋和25.5万吨钢材组成 坝高185米 坝底宽121米 所谓重力坝就是利用结构自重来维持稳定的水力工程建筑 每一个坝块都可以靠自身重力与河床之间的摩擦力去平衡上游水压 对于这种坝型 即使被炸开一个缺口 也只是一个缺口漏水 绝不会造成整个大坝的垮塌 三峡大坝的规模也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抗打击能力 1943年 英国空军轰炸德国努尔附近的纳姆水库大坝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英军在解决了炸弹紧贴坝机爆炸的问题后 仍然需要使用9吨重的炸弹 连续多发命中才最终炸出缺口 而三峡大坝的坝机 比当年德国的纳姆水库厚近乎5倍 即便采用当年的方法 爆破三峡大坝这样规模的大坝坝机 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除了备受热议的核武攻击 近年来 印度一些媒体还曾大肆鼓吹 攻击三峡大坝的泄洪孔和导流孔 以实现破坏三峡大坝 但实际上 三峡大坝的泄洪孔和导流孔 大部分都在水下 两侧有厚重的混泥土隔墩进行遮挡 使用炸弹或导弹攻击 更可能撞上隔墩或者水面 而且即便炸开几孔 也仅相当于正常放水 根本不会出现大洪水 此外 印度媒体称 计划使用布兰莫斯巡航导弹 轰炸三峡大坝船闸 造成洪水 并声称 船闸的闸门相对于 坝体来说较为脆弱 用常规弹药就能摧毁 但是 即便是被印度方面 认为脆弱的船闸闸 实际上也相当于 二战时期的战舰装甲侧弦 用高爆弹药 只能炸出2米左右的破洞 根本达不到造成洪水的 100米左右的缺口 而且三峡大坝的船闸属于翻坝船闸 船闸沿山市逐次上升再下降 高度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因此 就是同时打开也无法造成泄洪 自然不惧怕攻击 更为重要的是 三峡水库长度600多千米 平均宽度却仅有1.1千米 而且它的下游是千回百转的三峡河谷 全长200千米 这是一种典型的河床型水库 安全系数较高 即使整个大坝突然崩溃 所造成的洪峰也非常有限 河床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